下一位,我們請蔣委員萬安質詢,尋答時間15分鐘。 好,謝謝主席,是不是可以請蘇院長。 請行政院蘇院長。 院長好。 委員,你好。 院長,這個是第一張圖,是行政院日前提出來最新的能源配比的規劃,也就是說基本上不出532,就是燃氣增加到50%,燃煤降到30%,再生能源增加到20%,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配比架構。 所以先請教院長,院長能不能保證這樣最新的能源配比,2025年一定可以達標? 這都是我們努力的目標。 可不可以保證一定可以達標? 這應該要做的。 不是努力,應該。 我要院長,你在這裡很清楚的告訴國人,你們所規劃出來的2025能源配比,是不是一定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? 對。 一定可以。 好,所以院長,今天我們看到再生能源先不用談,要增加到20%,我相信各界都說會盡力。 但是我今天想請教院長,關於天然氣發電的配比要增加到50%,那院長您知不知道增加到50%,現在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設施,您知道是哪一個? 有關接收站。 有關接收站。 對。 相關的設施。 大潭電賞。 院長,第三天然氣接收站。 第三天然氣接收站,院長您知道現在開始動工了嗎? 沒有。 還沒有。 還沒有。 所以院長,您知道原本計劃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動工? 在下來吧。 最早原先規劃是2017年,兩年前,原本希望2017年8月可以開始動工,興建第三天然氣接收站。 預計五年之後,2022年,院長也就是紅色的圈圈,大潭8號機可以上線工店。 然後9號機組2024年工店。 現在已經延宕了兩年,而且還沒有開始興建。 院長,您知道現在面臨的困境是什麼? 這個在國民黨執政的時代,馬英九政府那時候是200多公頃。 那現在我們縮小到面積23公頃。 所以現在面臨的困境,沒辦法入期開始興建。 不要影響環境。 所以是大大的縮減,剩差不多十分之一。 所以現在還沒有辦法開始興建。 那已經通過了。 已經通過了,沒有錯。 但是院長,您知道嗎? 今年2月,原本內政部、營建署、韓岸審查委員會要通過審查。 但在1月的時候,研究團隊在興建區發現了藻礁群體。 也就是說,現在已經延宕兩年了。 所以勢必包括第三天然氣接收站也會再往後拖延。 所以也勢必影響到最後2025天然氣達到50%這樣的目標。 所以院長,什麼時候第三天然氣接收站可以開始興建。 這已經都通過相關的程序。 對,預計。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,以目前來說,我們也希望在112年,我們要把它完成。 2023年。 那這個部分我跟委員報告,以目前,我們現在呢,就按照環評通過的, 我們在所謂的除槽期的部分,這個部分沒有影響生態。 我們五公頃的那個部分先施重。 所以院長,我要凸顯的是,今天,民進黨政府強調的2025發電配比, 最新的,天然氣達到50%,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。 因為現在只佔了38%,你要拉高,增加12%的發電量。 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。我知道行政團隊在努力, 但是現在碰到的困境是,原本的接收站兩年前就要開始興建, 然後五年後完成,才能讓大潭的電廠順利發電, 也才能達到你2025燃氣50%,但是現在已經拖了兩年, 而且還不知道預計什麼時候開始興建。 所以整個聯動往後拖延,很有可能大潭電廠的8號機組、9號機組, 無法如期發電,也順便一定影響到你2025%燃氣的目標。 院長,所以我在這裡要凸顯的是,今天要很務實地告訴國人, 能源配比是不是可以達標? 因為如果沒辦法達標,接下來我要問院長,很關鍵的, 因為今天經濟部說電價的計算基礎, 是根據能夠成功順利在2025達到能源這樣的配比。 如果今天這些延宕,如果沒辦法達標, 電價的計算勢必會修整跟調整。 院長,電價到底會不會漲? 不會。 是今年不會,還是之後都不會? 當然,我們電價調整有一個委員會,也有一個機制。 那以目前燃料成本相對低的情況,目前並沒有要調整電價的壓力。 所以經濟部長也已經宣示,目前並沒有要調整電價的要求。 不過,這是一個委員會跟一個機制。 我不是用我行政院長的身份命令他, 而是尊重這個委員會,尊重這個機制。 但我們分析,目前並沒有要調整電價。 我是不是來跟委員報告一下, 我們在關心能源的結構的調整配比, 是不是我來說明一下。 沒關係,部長謝謝,您在經濟委員會講得很清楚。 所以院長。 好,那委員也佔領一點時間, 就是剛才委員推論,這些緩緩相構, 我完全同意,所以我們要更努力。 另外,之所以會慢一點開工的原因, 也是我們更尊重環境的影響。 所以把環境影響從原來兩百多公頃, 我們縮小到剩十分之一,大概是二十幾公頃。 而這一切都已經通過環評及相關程序, 我們會讓他工程趕快開工完成, 來達成這個目標。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, 我們每個禮拜管控時間有限。 所以院長剛剛談到電價的問題, 第一個,可能影響到電價是因為第三階接收站的延宕, 而且不確定性, 連動影響到原本的2025、50%燃氣發電的目標。 所以當然也會影響到現在經濟部, 他計算2025電價的基礎, 勢必有可能未來連動會影響。 那關於電價,院長剛答, 不會漲電價, 但是院長您知道嗎? 每年的春、秋、秋冬, 為了要防止空污降載, 所以會用改比較便宜的燃煤, 降燃煤, 然後改為較貴的燃氣, 這是因應降載嗎? 部長這很清楚。 所以台電一再的呼籲, 要合理的反應電價, 也就是現在平均每度的電價2.6元, 需要調高6%, 才可以止血不虧錢。 所以, 每年的4月10月, 需要經過電價審議委員會來開會, 台電的一再呼籲, 希望合理反應, 但是院長一再的動漲, 壓下來, 那這樣子因長未長的虧損, 誰來買單? 我現在就說, 我不是用院長來壓他壓下來, 不是, 而是目前的情況, 並沒有要漲的壓力, 當然這個世界是活的, 隨時在變化, 這個委員最清楚, 那世界上任何的條件, 比如發生戰爭, 比如燃料成本增加等等, 都可能會影響變動, 之所以, 我們有安定的, 穩定的基金, 而這一切, 現在的情況, 並沒有任何要漲的條件。 好,所以院長, 因應國際很多的變化, 情勢的變化, 好,所以院長, 事實上去年10月, 電價鷹長未長的虧損, 達到了347億, 所以剛剛談到的, 電價穩定基金, 現在780億, 你要撥出347億, 撥補去年的虧損, 結果剩下480億, 到底可以撐多久? 這是第一個問題, 第二個, 很好, 電價穩定基金, 就是為了要在國際能源價格, 大幅波動的時候, 來評議電價, 避免短期電價波動, 衝擊民生和經濟, 所以, 今天不是你為了要動漲, 台電已經說要合理的反應電價, 但是院長在這邊說, 不會漲, 但是事實上, 穩定基金, 你們就是拿來挖東牆, 補西牆, 甚至在選舉最後這一年, 來做進行相關政策的買票, 我認為這樣子, 並沒有很誠實的告訴國人, 合理電價, 以及政府推動的能源配比, 是不是真的可以達標? 我想這個部分, 必須要很務實的看待, 那當然, 委員, 您從各種方面來分析, 我們都很肯定, 而電價的調漲與火, 當然會影響工業的成本, 及民生的負擔等等, 所以政府在考慮, 會從面面聚到來考慮, 就像我們說要漲電價, 也必須有這個3%的這個換額, 而同時, 對於日常民生用電, 也有在330度以下, 應該怎麼樣, 這個就是面面聚到, 不是說政治考量或選舉考量, 而是做一個政府, 做一個政府要考慮, 所以剛剛考慮到, 每一次電價, 你們漲會有上限, 3% 院長剛剛提到, 所以照經濟部規劃, 這是有一個機制, 這有機制的公式運算, 這大家很清楚, 所以照行政院規劃, 2025漲33%, 那每一次電價審議, 最多漲3%, 照這樣下來, 委員, 那不是規劃, 是說如果一怎麼樣算, 預估吧, 計算出來, 是一種計算, 就像委員剛才講很多計算一樣, 那這個是一計推出, 不是計劃, 要去漲, 不是這樣, 對, 這是行政院, 你們照幾天的公式計算出來嗎? 委員可能擔心, 一句話, 就是剛剛台電說, 那他要反應要漲6%,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, 可能給大家感受到說, 好像都永遠在動漲, 但是呢, 你可以看到, 我們的電價政策很清楚, 照顧民生, 穩定物價, 最後, 節約能源, 所以像氣能, 我們在事業的時候, 我們有漲, 好, 謝謝部長, 很清楚, 我想, 我還是要提醒政府, 你們要很務實, 誠實地面對民眾, 你們到底能不能確實達標, 因為現在接收站, 事實上還沒有如預期兩年前開始興建, 所以勢必會影響到最後發電的配比, 甚至影響到電價, 好, 謝謝部長, 部長可以請回, 所以請委員多支持我們, 如果在興建的時候, 給我們多加油, 這樣就不會發生那個狀況, 我希望政府還是要很誠實面對國人, 接下來我想大家很關心的, 酒駕的問題, 院長, 關於酒駕相關的修法, 到底行政院什麼時候可以送到立法院, 以相關的這些, 我們都已經討論, 而且都已經有一個方向, 什麼時候可以送到立法院, 這個會期就送來, 這個會期才要送啊, 不是, 我們時間上確定, 因為部長現在不在齁, 我確確的時間, 我當然沒有, 院長, 你是身為行政院最高的行政首長, 你應該要有一個立場, 因為這一個星期, 司法法治委員會, 我們已經在審查, 刑法其他相關條約的審議, 但是卻沒有, 獨獨漏了酒駕的條文, 因為還在等行政院的版本,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送進立法院, 相關的也有, 已經有草案在過院, 什麼時候院長, 已經有, 那行政院的草案, 這個相關的決策, 為什麼不敢承諾你們行政院版本, 趕快出來送立法院, 那當然會趕快出來, 什麼時候, 確確的日期現在, 下一周, 我這裡還沒有看到, 因為我主持宴會, 他們熬了會送進來, 你要有一個目標嗎院長, 沒有關係院長, 你答不出來, 我想國人很關注行政院的態度, 國人對於酒駕的容忍度已經憤怒到了極點, 所以院長, 你願不願意具體承諾設定一個目標, 對於酒駕未來, 如果相關法案通過, 接下來就是執法的問題, 院長, 能不能夠設定具體的目標, 對於酒駕造勢案件, 致死傷亡的人數, 降低到一定的比例, 我們看到院長, 造勢件數最近五年, 都是四千五千件, 酒駕造成死亡人數, 都是三位數, 院長, 能不能承諾, 在你的任期內, 或者是至少在今年度, 表示政府遏止, 或是打擊酒駕的決心跟魄力, 院長, 以你的高度, 告訴國人, 你設定的目標是什麼? 對,委員, 我在第一時間就表示, 酒駕致死, 等同故意殺人, 第二, 我就要求相關部位, 立即修改相關法律, 草案通過後, 送請歸業, 盡速通過, 現在有個法案, 還在歸業裡面, 你的法案在哪裡? 趕快送進立法院, 不要一拖再拖, 今天請教院長, 能不能承諾什麼時候送進立法院, 卻不敢承諾, 要設定具體目標, 指導人數降低多少, 相關的法案, 也在歸業, 以後來我們再提高的行動, 好, 謝謝, 蔣委員, 謝謝蘇院長, 的答案, corona 谢谢观看